垂直线条,多些是滑行的线条 而且是很简洁的,没有任何装饰 而且角落完全弄圆了,所以变成楼仙形花 摩德楼仙形式 这也是三、七年之后,四几年 打仗时,什么都停了,到五几年时才恢复回来 你可以看到,这是早期的艺术装饰 三、七年之前,例如澳门的红街市 在加拿大网特利奥 其中一个特点是,在中间有一座塔 每个人都有,比如说香港还有什么其他例子 王竹坑的工业和学校 楼梯中间有一座塔,很典型 到了三、七年之后 摩登楼仙形式或者艺术装饰的后期 香港最有名的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前湾仔街市 现在删除了一个巨鞋 在头上,好像拼湿了头,起了一个高楼 曾经有人误会了,它是一个鲍豪斯的设计 但其实不是,绝对不是,不是鲍豪斯的设计 鲍豪斯的设计 鲍豪斯的设计 正式来说,是一个很纯正的摩登楼仙形式的一种建筑物 这是三、七年之后 在美国那里,这是长途巴士的灰犬巴士的一个站 你看到形态都是这样的,跟这个很相似 差不多是一样的,这个收益 这个收益高一点,高一层 这个都是两层,但这个是压扁了一点 这个拉高了一点 那说回来,摩登建筑,其实呢 它是到了这个叫做摩登楼仙形式的这个发展 才开始了你见到它那个现代化的一种表现 因为之前那些早期的医术装饰设计 仍然是很装饰的 后期那里,开始用另一个名字叫做摩登楼仙形式 就开始你见到它的摩登化的表现 那譬如呢,是什么叫做摩登楼仙形式呢 如果你去Wikipedia那里看一看 Wikipedia那里,叫同学那里 千万不要评计这儿 但这个是很方便的,其实呢 他也有这么说的 Streamline Modern这个英文的名称 就是摩登楼仙形式 摩登楼仙形式 在美国呢,美国人是特别坏的 就是什么都要有自己的独大名称 它叫做Art Modern 不是Modern,是Modern 有个多了一个E字 其实是说同一样东西 其实呢,这个也说了 它是呢,之前这样说 它也解释是这个艺术装饰的 建筑风格的后期的一种发展 一种表现 而且在说,那个角落都圆滑滑 有一个楼仙形化 也在说它那个墙 即是说打滑那里的那种强调 而且呢,很多时候呢 这些人都说 它是用了很多船 轮船那里的那些物件 比如说那些通风管 那些蓝 整个样子那时候 真是整个船 那么就变成了一个世界潮流 这个呢,第37年了 这个呢,是现在三藩市的海市博物馆 那你可以说 海市博物馆当然是整整个船 不是 因为原本呢 37年那时 它原本的设计呢 它是一个公共的浴室来的 是近期那里呢 才将它活化了 香港要活化 活化成为一个博物馆 因为浴室已经 现代来说 即是今时今日来说 都不需要 我们香港还有 公共浴室 那为什么呢 那为什么呢 开始就说 刚才说到 摩登化的那种表现 由机器 机械 直接是一种 在这个时代的时候 很常用的 代表了摩登化的一种象征 在建筑那里 其实都跟回这种表现 你看回 为什么呢 机械 机器来说 是这么重要 在摩登化的表现 你看回 其实呢 在工业革命那里 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 在机械化那里 达到一个成熟的阶段 到达了一个巅峰 如果你可以看电影来说 有一个 或者是在 那个叫做潮流 那些服装那里的潮流 有一种叫做 Steam Punk 知不知道Steam Punk 不知道Steam Punk 不知道Steam Punk Steam Punk的意思是 如果是 假设在一个世界上 它是没有电子化的 全部都是用回 一些机械式的 机械化的机器 不是电子化的那些 如果是继续发展 是变成了什么 那些 基本上 那些人的服装等等 仍然是比较古老 好像维持在19世纪 但是 完全有飞机 有飞车 但是 这些东西 就是那些交通工具 和那些高科的东西 看来 设计都很败重 很大 有很多齿轮 蒸气 有很多烟噴出来 有很多齿轮转转下的那些 如果你看到有什么气 可以表达到 这些机械化的一种科技 比如说近阶段 有些什么 有什么 有什么 想起 通常都是西片 多 不过 那些正确说 不是刚刚理解 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 你会看到 这种机械化的科技 其实是突飞满足到大 一个颠峰期 你看回1902年 刚刚20世纪初的时候 是第二年 当时差不多是全世界最后的一只帆船之一 仍然是这么多帆 它可以时速20公里 如果是顺风 如果风势是对的话 可以持续20公里 但是 短短10年之后 哇 由这个变成这个 铁达尼号 哇 我摄沉了 那个时速 是不会受任何风向的影响 可以持续多一倍的速度 短短10年 由这个跳成功 跟着 再跳多都不够10年 你就可以看到 哇 会飞 那时是飞船 那时在欧洲 到美国 都是很流行的 而且 那个速度都加快了 然后跟着 再过多 差不多10年之后 已经有远航飞机 可以直接由三藩市 那里飞到香港 这儿是当时的第一代 远航飞机 在维港降落的情况 刚才看到 这儿是中 这儿是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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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不见了后面的 我们的赤基山 那里 当时 如果你看到那些 上网也找到 就说 要飞整个 好像一个星期 但是如果船 要整个 如果是轮船 也要整个星期 要多一倍 因为那时 虽然说是所谓的 长程飞机 其实那个航程 都不能一口气 从北美那里 飞到香港 到中途那里 在夏威夷 在关岛等等 那些 美国属地的群岛 要停一停 然后放一些人 下机去休息 然后送他们 到酒店休息 然后他要加烟料 跳一跳 跳到香港 但是呢 又到了这个三年 但是呢 一到了再多了 过多十几年之后 其实呢 已经有噴射的民航机 这个第一代的噴射民航机 所以你看到呢 短短在五十年之内 那个科技 是发展得很快 而且这些 全部都是一些 机械式的科技 没有有电子的科技 电子科技 是后期的 所以呢 这些机械化的成熟 机械化的科技的成熟 产生了些什么呢 碰巧那时 跟经济有关 就是碰巧那时 你看到欧美那里 的中产开始冒起了 中产 之前是没有什么中产 全部呢 要是很窮 要是很富贵的人 什么所谓中产 但是到了三十年代 那时 就开始在欧美那里 有大群的中产 高中产开始冒起了 那么 那么 如果 中产是什么意思呢 中产呢 就是多些消费力 就是多些限钱 可以花的 而且多些时间 可以花这些限钱去享受的 那么 如果 这些人呢 有时间 有限钱 会做些什么呢 就会生肯 生肯去旅行 一定是 所以其实这件事呢 在欧洲那时 在三十年代发生的 在中国呢 在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就是发生了 就是你见到 文革之后呢 邓小平改革 八十年代开始 那时中国什么都没有 那时是 有没有中产呢 没有中产 没有资产阶级 只有官部 和一些普通的市民 那到了呢 开始呢 经济改革那里 可以自己做生意等等 你见到九十年代 千禧年那时呢 中国就冒起了一大群的 这些 这些中产阶级 你可以见到 这些中产阶级 最喜欢做什么呢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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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的旅游 和国外的旅游 需求量 是很大的 很大的 生意 回到三十年代的时候 在欧美那里 就开始 因为经济的形成 中产的冒起 和机械化的 科技的成熟 令到呢 可以生产一些 可以去得更快 和更远的一些交通工具 即是说 可以将一些人 相对来说 比较短一点的时间 由一个地方 去到另一个地方 所以呢 加上这两个 经济和科技那里 而产生了当时 是第一样的 一个之前未有的一种 工业 就是旅游工业 所以你会看到 最早的旅游工业 海报 全部都是三十年代 全部是这个 art decor 的时代 全部画出来的 那个风格 都用art decor 的手法 是用来画的 比如说 由北国那里 去到南美那里 用这艘飞船 可以飞过去的 这个海报 这些是三藩市那里 金门大桥 可以坐这艘飞机 去到亚洲 这个好像叫做 China Clipper Aero Pacific 就是幻光太平洋 你可以在一星期之内到达 还有大游轮 T 다리 号 都是那时的 产品 可以横过大西洋 横过太平洋 雲航机 都会开始有 本土旅遊的設計不像近時的火車 很多東西突然飛出來 現在的設計已經簡潔流線形化了 說回來 未有旅遊之前 都要有人去很遠的地方 當時要自己賺資金或有錢籌資金 當時去很遠的地方 通常是為了某些目的 要是去植物搶人的東西 或者去學術研究 去非洲、亞洲找植物、動物、標本等 當時這不是叫旅行 這叫探險 探險和旅遊有什麼分別呢? 探險分間會死人 旅行應該都會死人 突然被飛彈射了客機 所以好像沒有什麼分別 所以你看到經濟和科技結合 形成了一個新的一種工業 就是旅遊工業 而產生了很多很宏偉 當時來說是很先進的交通工具 所以這些交通工具 變成了一種摩登化的最好的表現 要表達到我們現在這個先進的時代是什麼 我們最先進的是什麼? 飛機、輪船、流星型的汽車、流星型的火車 如果我們今時今日、二十世紀 用什麼可以表達到我們現在這個現代的世界呢? 電腦了 電腦可以收到一代 你可以看到這個潮流 在三十年代變成一個黃金期 所以這個變成一種流星型的美學 由機械轉移到在藝術 尤其是建築那裡 藝術設計、工業設計、產品設計 然後再延伸到建築設計那裡 有一本書叫做《流線的十年》 三十年代的影 全部都有交通工具 是一個源頭而產生的 我們看看 交通工具 當時要去得快點、遠點 當然要流線型 這是一個功能上的需要 實際的需要 如果你不准流線型的話 那些風鈴要阻止 你要浪費多點油 要飛得沒那麼快 所以你看到 由一些飛機、速度很快的交通工具 就必須有一個流線型 船也是 你走海那裡 當然要進入流線型 可以快點 火車也開始有 汽車等等 都開始加上這個潮流 但是呢 開始漸漸 由一個功能上的需要 就變成一個美學上的一個潮流 你看到麵包車 麵包車 發得多多 嘩 都弄得流線型 好像會飛 那樣 看回我們經典的 我們出名的甲蟲車 福斯維根 中國叫大衆汽車 都是三十年代的產品 你看到的樣子 為何會成一隻甲蟲 其實呢 不是因為抄甲蟲 其實是當時這種流線型 就是一個潮流的表現 所以呢 它的設計是有一個原因 但是呢 漸漸就變成了一個藝術 美學上的一個潮流 是一個設計上的潮流 由一些不可以動的 基本上不需要動的東西 都開始流線型化 比如說 好像聲音機 鬧鐘 相機 吸塵機 都開始設計到 整個好像飛機一樣 全部都流線型化 原筆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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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用的原筆跑 當然要固定在這裡 但設計到好像火箭 好像會飛 所以不是功能上的需要 而是美學上的一種潮流 由這些設計 由本來用在交通工具 引入到產品設計 再之後呢 再引入到一些 最不可以動的設計上 就是建築 建築 建築 如果動就不得了 所以建築 應該是四平八穩 不動 一點都不可以動 不動於山 但誰知道設計到 哇 一樣東西都圓滑滑 好像會走 好像會游泳 這裡全部都做到 圓滑滑 流線型 流線型化 建築 為什麼需要流線型 其實建築是不需要流線型的 即是說 這是一種純美學術的表現 完全是一種潮流 譬如說 這個潮流 可以說 建築其實是扮著一些機器 它是扮著什麼呢 基本上全部都是扮著 摩登樓線形式的建築物 是扮著交通工具 因為你見到當時 產生了一些新的旅遊上 需要的一些交通工具 這些交通工具 因為有些旅遊 這些工業 它就需要一些附屬的 一些建築物 為你配搭 譬如說 你飛機 你需要一個機場帶流 那如果你有一些遠程 本土旅遊 一些遠程巴士 你需要一個巴士站 火車也有一個火車站 這些是和交通工具 是連帶有關的 直至有關的 交通工具 建築的類型 但是到了這些旅遊巴 譬如說 它之前沒有這個先例 因為建築永遠都是 我經常說 建築師也經常說 是我們創造潮流的先服 不是 它們的設計上 都是要看之前有些什麼 要是照抄過來 改一點點 再改良一點 或者你也要看之前有些什麼 你可以反轉它 也可以 但永遠都要以這個先例 作為一個參考的 這是建築設計的一種方式 設計上的方式 這些這麼新的 就是前所未有的一種建築的類型 比如說這些巴士站 它以什麼作為一個先例 就是用火車站 好像不太對 那最好是什麼呢 結果呢 比如說這些巴士站 這些Grayhound Bus的設計 直接就由那個交通工具 就是它服侍這些 這些交通工具 作為一個靈感 所以如果你對回 當時那些巴士的形態 看回 原來差不多一樣 這個不是我作的 這個還有證據 我們建築文物那裡 不像建築師 我經常罵建築師 建築師 說得出來 都是當自己的意見 就是當成事實 那你看回 這個呢 當時在30年代 開始有民航 民航機 就是有人搭飛機 這種旅遊的方式 那民航機 就需要那個機場大樓 那30年代 就是產生這個機場大樓 這個類型的建築物 的第一段時間 那 那21世紀 有什麼新的交通工具 前所未有的建築 就是和交通工具有關的 一種建築類型 有太空 是太空旅遊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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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後機大樓 太空船後機大樓 起了第一間在美國的沙漠 叫做Space Spot America 是Norman Fosser設計的 你可以上網找找找 這個是第一間 那當時呢 這個新加坡呢 又是三七年 這個機場大樓 是第一代的機場大樓 現在還在 好像受到保護 那它那個設計 是這樣的 就是 是 當時 全世界那時候 那個機場大樓 都是類似這樣的 有些是 裝飾的味道比較重 這個就是摩登的味道比較重 當時那個設計的機場大樓 那個建築師就是 新加坡公務局的一個英籍建築師 那些書都有記載 它說過 它的靈感就是來自飛機 它想表達的就是 那個飛機的形態 那個飛行的精神 那個 spirit of flying 所以你看到 你看清楚 其實跟飛機的差不多 差不多 當時的飛機差不多 一樣 這個靈感就來自交通工具 哇 這個更差 這個是可樂的工廠 來的 是一間工廠 入瓶廠 但是呢 看它的樣子在裝什麼 再視乎一點 看這裡 整隻船的樣子 滑到竹 你看到三十年代的很多建築物 看它的樣子好像一隻船 或者像飛機等等 這個呢 不是一個偶然的 這個呢 是當時是真正的一個潮流 像新加坡那裡 三十年代的堂樓 哇 你看看整隻船 好像衝過來 那樣 這隻呢 三九年的 新加坡也是 整隻船 還不是一隻船 全部都是裝著交通工具 這隻呢 在利物浦那裡 也是三十年代的建築物 好像一隻船仔 那樣 看回我們香港的灣仔街市 怎麼像一隻船 像不信 啊 是不是 真是隻船來的 原來在裝著船 建築在裝著船 那些人說過 在金邊 柬埔寨首府 中央街市 那裡 也有一隻 好像 另外 都是用摩登樓線形式的 就是這隻 哇 四隻船 四隻船 所以你看到 這些摩登樓線形的建築 可以分得出 它和現代建築有什麼分別呢 現代建築最早那個 我們香港人叫做巴浩斯式 其實就沒有這件事 等一下再說 它的分別就是 這個為什麼不是一個巴浩斯 巴浩斯建築 就是因為它仍然是一種摩登的表現 不是一種現代的表現 它仍然未完全脫離古典主義的影響 其中一個最大的影響就是左右對稱 現代主義的建築 就是香港俗稱叫做巴浩斯式的建築 就不可以左右對稱 所以這些全部左右對稱的 就肯定不是巴浩斯建築 在亞洲 亞熱帶的地方 或者熱帶的地方 通常就會有這些 摩登樓線的建築 它會在一些遮蔭 擋乳的一塊突出來的 這些好像魚影一樣 突出來的 這些就是在亞熱帶 和亞熱帶 是很流行的一種特徵 連我們香港大學的校長宿舍 都是這個年代同一個風格的設計 在摩登樓線上 你會看到很多這些 一塊我們擋乳 遮蔭的一些部分 這個部件 這個香港大學應該是1950年的完成 打印象之後 每代就很好 還有 看來沒有什麼特別作用 純粹是一個裝飾 所以可以看到它仍然有一個裝飾 所以它不是一個純 不是一個真正的 純現代主義的表現 因為現代主義的其中一個特徵 就是不可以做任何的裝飾 我稍後再說 什麼不可以做任何的裝飾 而去回摩登樓線形式 雖然它是摩登 但仍然有些裝飾 譬如說這塊 它不是挑龍挑鳳的裝飾 這是什麼來的 這是裝飾 因為你拆掉它 對建築沒有影響 完全等到這兩塊突出來 這三塊突出來 這是戲院來的 現在做了麥當勒 還有這裡 這裡 又像戲院 不知道是什麼 中間有一塊東西 那這些是什麼呢 原來又是在裝飾機器 這裡 原來裝飾當時的交通工具 那個引擎 車頭那裡 全部都是裝飾機器 所以你看到這些藝術 交通工具 對那個產品設計 建築設計 那個影響是很大的 因為這些設計的源頭 都是來自它 所以你看到 涵蛋超人 其實都是一種摩登樓事件的設計 這個不是開玩笑 這個真的 你看到那個設計師 這個設計的 涵蛋超人 那個人 原下 好像是 Sukubaya 他就是 戰前三十年代的時候 讀書 讀這些設計 所以說他戰後 在電影製作公司 設計科幻片的角色的時候 都要用回它 當然三十年代 四十年代 那時候 Art Deco 這個潮流的時候 那些紫色 他就用回它 看到那裡 有這塊東西 畫這個 直接畫 還不是這隻東西 眼睛那裡 圓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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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是Art Deco 所以現在知道 核蛋超人 應該叫它做 摩登樓線型超人 還有另外一個特徵 三十年代的建築物 樓線型也好 不是樓線型也好 最重要是Art Deco 總稱都是Art Deco 還有一支好像奇桿的東西 但很多時候 它不是作為我們升旗的一個用途 因為好像比如說 這個在檳城那裡 還有這些堂樓 其實根本 你不可能爬到屋頂上去 升旗 但是你要運梯 蓋上去 可能會隨時掉死 它設計上 不是給我們升旗 而且全部都是三十年代 比如說香港這一座 這座好像翻身在尖沙咀警署對面 在角落那裡 好像做了借水龍 還有一支東西在那裡 你知道好像是奇桿 這個建築物 就是在上海很出名的 因為曾經那個 色界的作者叫做 張惠寧 張惠寧 張惠寧在那裡住過 所以她看到三支旗桿 但不是我們升旗 純粹是裝飾用 香港呢 還有什麼其他 有這些 插出來 誰 張惠寧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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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 應該在那裡 我見過 這個沒有插到 這個是九龍的木球會 這個你見過了三二年 你見到有一次奇桿 好像不是我們升旗 還有呢